大家好,我們見面了 剛剛走到古城了 因為昨天想直播 但是我昨天去了太原 名字叫太原 太原的地方做了些事 現在我來到平遙 平遙這處零下兩度 兩度真的很冷 剛才也要用吸自己的嘴 很冷,很冷 穿手套之類的東西 現在我想跟大家說一說 苦年在屬府 在老鼠年的運程會怎樣 因為苦來說 在老鼠年裡都有很緊張的一年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其實來說很簡單 屬府人的性格 老實說,我只是做這個稿 你知不知道我寫了多少張 十二張 你屬府的人真是勁抽 我真是服你們 這樣屬府的人來說 很容易對親人發脾氣 老實說 但是怎麼說呢 因為他的性格比較衝動 第二 在今年裡 你們投資最重要是要小心 為什麼 因為今年有無險的一年 因為屬府的人比較正直 做什麼都好 就是這樣作這樣為 虎男和婦女 即是說 他們也有這樣的衝擊 也有這樣的頭腦去想很多事情 但一件事他們是壞什麼呢 你們是壞懶惰 有時候 有時候很厲害幫人洗腦 真是厲害 你們服了你 有時候你們說的話 說真一句 你的朋友聽你說 聽你點的 不是老點 是聽你點 老實不怕說 好 這樣屬府今年的 有來的條件 在老鼠店 就是 你不會欺善怕惡 你亦不怕事 你會面對很多事情 這個是你有來的條件 這樣是不好的條件 你的弱點是什麼呢 想知道嗎 自以為是 自以為是來說 我們來說是很難的 千萬要小心 寧可靜 不可動 如果你要愛動 看清楚 你正來動 如果不是來說 就會影響到你的生意 甚至你的工作 都會相當大的影響到 今年做什麼事都好 你緊守你的崗位 你本身的事 如果你不是 就會出錯 坦白說 還有 做什麼都好 你都要愛 要小心 要不然就節外生枝 所以 現在屬府的人 最重要是要小心 今年在鼠年 起伏不定 我和大家說一聲 這樣 再下來就是 把心機放在你自己的事業上 和你的工作上 即是說 不要聽別人說 別人說這個好 投資好 賺錢 你不要這麼傻 你不要這麼喜歡聽別人說 別人說那時候賺錢 是賺錢 別人買 別人賺錢 你買 你未必賺錢 你要搞清楚 所以屬府的人來說 他的膽比較大 但始終他都要靠自己 是不是真的 這麼有能力 其實屬府的人 很多人很厲害 我慢慢跟大家說 好不好 這樣下來 如果是說 今年你要做什麼 屬府的人 要做多些善事 怎麼說做善事 有很多人一般上 都是去報私 給一些幼稚園 孤兒園 甚至乎那些老人園 陳厥那些 陳肺那些 那些中心來講 這件事 很多人都有做的 我知道 這樣你們不怕做 是OK的 這樣也有網民問我 他說 昨天師傅你說了 屬牛的人要放生 屬府的人 需要不需要放生 這個是看各人 未必每個人都要放生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一點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第二來講 你做善事 不是不讓你做 你可以做多些善事 幫一下老人家 幫一下應該幫助的人 你們就去幫 一時的事 未必講出錢 就會幫助別人 一時你出力 你也是幫助別人的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接下來 最重要的是 今年 是非會很多 童牛都差不多拍自當 為什麼呢 事不關己 己不勞心 如果是說 不關於你的事 最好收口 不要這麼多話說 不是人家就說是你說 人家就賴你身上 你就是無故無辜 就被人家 誤會勝利了 所以自己要執生 還有 今年你們也有得益不少 在鼠煉 所以你們自己要注意 今年你們也得到一些 少少幻財 正財的方面 是OK 是沒問題 總之今年你會得到一些好的東西 好的東西 是福報的東西 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明白沒有 好像你心想要一樣東西 可能你今年會得到 不過它不是大得 它是小得 少少的得到 不要想到是橫財 好心你們不要經常跌倒 我跟你說 對不對 OK 這個是給你提示的 但是呢 今年的事 就比較熟苦的人 在鼠煉 就比較辛苦 少少 但是勉強也是可以過 但是呢 即是說 我們勞心勞力了 OK 這樣下來來說 很多人 你們熟苦的人 心呢 不會貪心的 你們是很喜歡 知足場落 這個就是你的優點 我和你們說 因為很多人都說 我要找到 一個一百萬 我就想找到第二個二百萬 或者說要找二百五十萬 是 你有這樣的福氣 你會得到 你有這樣的機會 你會得到 但是呢 小心行事 因為今年的事 都會一時 都會弄到自己 會 投資方面 都會損傷的 這種事 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今年呢 你們呢 就會奔波不停的 你們今年呢 會比較 勞苦功高 因為一時 勞苦功高的事 你會得到 很多事 但是呢 拼命去做 都得不到 有些苦 今年 在鼠煉就是這樣 你做得很辛苦 做得很勤力 但是沒有人會欣賞你 你自己要注意這件事 所以說自己要清楚 OK 看風行船 明白嗎 這樣呢 如果不是呢 你們做什麼都不行 雖然那是勞苦功高 奔波不停 我很勤力去賺錢 但是呢 到最後都是那句話 一時無盛 很失望 所以今年你們自己警惕 因為現在我提早跟大家說 大家就要警惕 因為這件事一定會發生 在今年 在新年一年裡面 2020年裡面 所以大家要小心 OK 今年你們都會遇到一個正聰 都會遇到有三萬 就是說有官司之類的事情 這件事你們要小心 開車方面 開車的方面 就不要開得太快 否則有牛肉桿了 還要三萬 第二來說 事不關於 剛才我說了 幾不道心 如果是說你堅持 理會別人的事 或者處理不小心 你都會煩到官非 即是說 給別人起訴你了 你都會上課了 你都坦白說 所以自己要注意這件事 正聰 今年又正聰多少 所以說有殺 今年你們有殺 所以你們要破殺 用什麼來破殺呢 這件事是關鍵 你知不知道一個福字 一個福袋 是很小的一個福袋 你寫一個福字的 這樣你可以在淘寶那裡去賣 一個福字 寫一個 金色的 銀色 金色寫一個福 但是紙要紅色的 但是你放在黎士封 你放在你的銀包裡面 即是你的荷包裡面 就可以幫你擋了很多災結 你明白嗎 所以它可以補充這個 服務不了 可以補充不可能 那補充不可能 所以你便要補充 但是你要租金 那補充不可能 他隨便到 放下補充不可能 他遇到 他單刀 有一次 雜誌 就是 可以補充的 但是你要把他放了七塊 在黎士封內 擦置它 你明白嗎 所以說可以幫你擋殺和破殺小癮 官司 血光之災 刑事的事 甚至乎很多棘手的事都可以盡量 盡量幫你化解 他不是說100%可以幫你解決 但有些人他大了之後 他依然是可以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注意這件事 準備一個福袋比較好一點 實際一點 一個福袋好像說 一個紅色的吊繩 一個福袋的 你最緊要拿福袋代字就好了 屬府的人今年用福袋 你代到明年立春 那一天就算是最後一天了 要記住 這樣下來的 做甚麼都好 你們要隔外留神 如果你不隔外留神來說 我就怕你們會有事發生 對重要的是 隔外留神 屬府的人在鼠連會比較平穩一些 你說波動大 你說冒 它有 你說去冒 它也是可以說冒 但都比較平穩 不是說很緊張的 你明白嗎 不過不論生意 生活 怎樣都好 你們做甚麼都好 都會在鼠連慢慢進步 年頭比較辛苦一些 年中就開始比較緊張 這樣就差不多到這個夏天 未升 你們就比較順一點了 不過怎樣都好 今年流年來說 都是相當刺激的一列 希望大家要明白 OK 這樣下來 不論有甚麼事都好 平時都要注意一些細節的問題 例如簽合同的時候 我們看到那些合同去寫很多裡面的規矩 這樣細節的東西 你就要了解 你要看到清清楚 你就會不小心 你就會惹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希望你們大家要注意一下 明白嗎 這樣下來來說 避免來說 因小失大 如果是說你不注意來說 你會損失的會更多 會更大的 所以你們自己要注意一下 這樣下來 你自己如果是說 搞不定來說 你就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還有很多問題 所以你們自己要決定 要自己要醒目 要醒醒定定 不要像番樹一樣 不要死蠢 知道嗎 如果我有甚麼說錯 沒見過 OK 這樣下來 不要碎免去找工作 為甚麼 我知道很多十二生肖的人都說 我比我更多不開心 還要去換工 東家不打打西家 這件事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要搞清楚 因為屬府的人 今年在鼠田 你換工不是不行 是可以 但是我怕你換到的工作來說 未必好過舊的 所以如果是說你換到不好 或者是說你真的 遲了職 還沒找到新工作 你可能一兩個月頭 都未必找到工作 這件事我會為你擔心 所以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我跟你們說了 今年你們比較好碎和的 做甚麼都是好碎和 你的性格 你明白嗎 下來的東西 我就跟你說了 你們現在的性格來說 現在講性格了 你們很有本職性的 別人叫你不要做那件事 你偏偏就死去做 我都不知道你想怎樣 你不要這樣玩 別人說 很多人說 老人家說的話你要聽 但是一時老人家說的話是沒有腦 你又不可以這樣說 老人家說的話是有腦的 有這樣的事 別人跟你說 就算你不相信 都聽一下 不要勉強 明白嗎 好不好 OK 還有 你們都很堅強人家的意志力 你做甚麼都好 你們 人家說怎麼說 我不到那裏做不到的事 死我都要做到的 你明白嗎 所以說你們很堅強 很堅決人家做事 你們的性格就是這樣 但是你們就只是你的行動 就靠力量去做的 所以說屬苦的人都是很勤力 不錯的 但是你們不會這麼簡單 被人說服你們的 因為你們是不會這麼簡單 聽別人隨便說 別人說這件事好 那件事不好 你是不會相信的 你信你自己 但這件事是好不好 一時的事又好又壞 你自己都要看清楚楚楚 明白嗎 這樣下來 你們都有一個領導性的性格 就很喜歡做頭 做大佬 不是黑社會大佬 如果你做工作 你想做經理 做領導 這樣說 做領辦 你們做主任 你們通常都喜歡 你們做爸爸高一層的職位 這個是你們想著想著的性格 就是你們屬苦的人 不管男與女 你們都是這樣 OK 你們生性又好動 好好動 你們真的很厲害 真的 什麼都可以的 你們很厲害 不過一件事 年輕的時候 坦白說 要外面 經常要出頭 不要這麼衝動 一時失足成千古恨 你們自己都要收拾 年輕的 屬苦的人 就會有衝動的感覺 有個性 有性格 這件事我喜歡 但你要知道 當你有性格的時候 你想出型頭地的時候 你就要看清楚四周圍的環境 和事實的事情 你就可以做了 事的事情可以解決就最好 解決不了就看怎麼可以解決 好嗎 下來 這個性格會導致到兩個方面 這樣一方面就是說 你們真是搞不定 你們是不服輸的 我很服你們不服輸的 為什麼不服輸呢 輸就輸吧 贏了又沒有獎金的 對不對 都要看你們自己看怎麼樣 失敗呢 你們一到好在哪裡 另一方面 如果你們失敗了 你們會再更加勤力 會重振洪峰 再出來再拼 再出來再做 這件事就是你們的優點 非常好 OK 我喜歡屬府的人 其實我們這個團隊的人 和我的朋友的外面 都很多屬府的人 他的性格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很有衝勁的 做事 一天一 二天二的 非常好 當他遇到錯誌的時候 他會後面去想 我究竟哪裡做錯 他會給自己去改進自己 這件事是值得學習的 我們都 OK 下你一方面 你們一到最差的是什麼呢 是沒有紀律性 人家叫你排隊 你不排隊的 你插位的 你有沒有搞錯 你們不要這樣搞 是不是 就很喜歡挑剔 很囂 挑剔人家 不要這樣搞 對不對 一山環有山高 大哥 上山虎和下山虎不一樣的 你們要記得 山中虎也不一樣的 有故事的 我跟你說 今天我就不跟你說虎的故事 我跟你說屬府的性格 明白嗎 下山虎是找東西吃的 上山虎是去休息的 山中虎是親霸王的 現在跟你說 OK 看你是哪種虎 明白嗎 這樣下來 你們很喜歡單獨的行動 你們不喜歡一班人 一時你們就喜歡一班人 一時你們就喜歡單獨行動 這個就是你們屬府的人的性格 所以你們很喜歡做領導 就是這樣的原因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下 這樣不管是什麼事都好 或者是跌倒 或者受到打擊 就是這樣跌了下來 你們都會 就像話說 堅決你不認輸 認不認跌倒 但是你堅持你會做到最好 這件事是你們最好的事 但是你們經常都不會氣餒 你們不會說灰心那些事 你們是不會的 這樣最重要你們做什麼都好 你們就會東山再起 這件事是好事 這樣下來 你們就有依靠性 有依賴性是有很多的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會這麼依賴別人 你知道當你依賴的時候 偏偏有貴人幫你 一時你依賴到沒有貴人幫你的時候 你就失去了你的振逐力 和推動力和動力 這件事就是你們的問題 有好有壞 這樣下來的婦女 這個老虎的婦女來講 非常有魄力的 你們有魅力的 你們這樣這樣 你們去洗頭來講 或者是說亂頭髮 弄頭髮來講 還有你買衣服 真的浪費很多的時間 都放在裡面 你真的表達你的能力 真的自由開放 你真的好厲害 你真的 真的洗頭 還有買一件衣服 買個手袋 你可以在裡面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你好厲害 所以屬府的女性來講 非常非常的 有些實力 還有魄力 就是好厲害了 所以你們很喜歡 時髮的 又是靚 是升級的 這個是正常 屬府的人的性格 就是這樣的 這個婦女就是這樣的 屬府的女性 全部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是你們的性格 又說一句 不過呢 永遠不會輸別人 很爽 我看到我自己寫的時候 我昨天我寫了一天 大佬 我又要愛去做事 我又要這裡走那裡 又要去做功課 寫一寫一寫一寫 又要去看你們的事情 對嗎 所以我寫到這裡 你們好厲害 你們很喜歡 就是說 只是一個化妝 你們這樣一個小時 老闆 美女 真是厲害 唉 真是 還有你們很喜歡參加派對 宴會的東西 還有交際的東西 你們是很喜歡的 苦女有很多 一部份是喜歡的 但是一部份是靜的 一部份是 又厲害 又和的 又溫柔的 都會有的 這件事是厲害的 你們真是 但是呢 你們呢 就是每次呢 就玩 玩得很瘋的 你們 玩過火的 大哥 你們不要這樣玩 但是呢 你們玩得很夠的 很舒服的你們 你們的性格就是這樣 還有啊 你們有 有熟苦的女孩子 你們很喜歡和你的家庭成員 尤其是你的十分仔 你的小朋友 是很喜歡在一起 你是很喜歡照顧他們的 這個就是家庭的溫慶 這個就是你們的優點 這樣呢 你們還可以呢 做一些古靈精怪的樣子 被人看 搞笑 說笑的事情 就是你們的優點 這件事就是你們鬼馬的一面 OK 非常好 非常好 OK 下來來說呢 你呢 會令到你的小朋友 永遠都很喜歡你 哇 你們有什麼秘訣呢 教兩招給師父 好不好 師父都想學一下你們 你們可以令到 你的家庭的成員 甚至說你的小朋友 剛才我所說的 令到他們很喜歡你的 你出哪一招呢 這麼厲害哄他們 你 給你 但是呢 這個呢 你們的小朋友 說真一句 他們的功課 就是你們的小朋友 功課不讓人家差的 都有很多很厲害的人 這件事就是 婦女所領導 教導出來的備方 令到家庭成員的小朋友 讀書來說是一流的 這件事 我向你們 批服 好 但是呢 如果是說有什麼都好 他們反而學得更加好 我先跟你說一下 所以很奇怪的 所以你們呢 就是一樣的 就是說呢 好起來呢 就是唐痴鬥 不好起來呢 就是水靠油 所以你們記得 你們很害怕別人 在那裏 嘮嘮嘮 在那裏 講講講講講 你們很不喜歡的 但是你們對你的愛人 嘻嘻 嘻 柔情似水 但是你們 如果講到Lovling來講 你們是很非常 很欣賞的 不錯不錯 不過呢 一次做事呢 就懵懵查查 你自己要省定些 明白沒有 整天愛睡覺 難到死 為人很樂觀 愛自由 不愛束縛的 這樣呢 是不是呢 這件事我幫你計出來的 熟苦的男與女 還有富有正義感 你們最喜歡的 正義感的 還有 還有很垂和的 不過你整天都忘記 不過你的性格很爽 這件事呢 忽冷忽熱的 大哥不要這樣搞 好不好啊 好 但是你們的忍怨非常好 說真的一句話 這件事我真的佩服你 OK 下來呢 我們想說了 OK 虎南的人際的 生意合作 partner 我們來講 你們屬虎 和什麼生肖合作做生意 人際的關係會比較好 現在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不好 這件事都算到我自己 頭都大 虎同老鼠的 合作做生意來說 你們很艱難會成為一個朋友 很難成為朋友 因為虎的理想 你有你的主義 你有你的主觀 你有你的主觀 你不像這個 屬鼠的人 很現實 他也是有主義的 所以 搞到你們 你們兩方面 整天有衝突 你們兩個 所以你們做生意來說 不是很適合 不過 未必 每個人都是 虎同鼠做生意 就會衝 就會打 不是的 是一部份的人 就會有 但是你們性格 往往 逃不掉 這個結束 總之 你們會仇視 敵對對方 你會生氣對方 對方是會生氣你的 所以你們兩個 都是虎同樹 但是 不是正式的做朋友 這樣下來 虎同牛做生意 拍檔 人際關係會怎樣 你們會成為不錯的朋友 有計談 一切的東西都有得商量 這件事就是好東西 但是老實說 你們在一個家庭裏面 生活裏面 都會彼此影響到感情的 有 你明白嗎 生意的方面 也會影響到感情的 你明白 這件事你們要揭記 雖然有好到堂堂之鬥 但是一時你們就是為了 少少的因素來講 我寫下去 彼此會影響到感情的 你們的感情 你們朋友的感情 交際的感情 就會影響到 幼兒就慢慢 你們兩個朋友 就慢慢疏離 就會離開 這件事就是 美中不足 我比較擔心這件事 你明白嗎 這樣下來來說 虎和老虎一起做生意 不過不是很理想的朋友 兩個人都這麼兇 兩個人都這麼勁抽 你一定很厲害 但只要你兩個人 互相寬慾 和容忍的來說 你們兩個人 都是可以做生意的 都是OK 都是沒問題的 但是呢 就可以建立一個很好的友誼 這件事你們大家配合 好不好 雙方的共識 就是你們的友誼 創造的基礎 這個就是起點 所以你們自己記得 虎和虎的朋友 虎和兔的朋友 如果合作做生意 人際關題會怎樣呢 你們會令到 這個很好的朋友 你們兩個都會變成很好的朋友 是沒問題的 因為你們懂得 怎樣去尊重對方 不錯喔 你和兔的人合作做生意 OK喔 互相尊重 這個是你們必要的東西 還有在心態上 有一種互相幫補的關題 這件事要記得 那麼下來 虎和龍會怎樣呢 會成為一個很好的朋友 是OK的 雙方互相欣賞對方 正是你們要的東西 還有人品的東西 都是共同的交往 是OK是沒問題的 你明白嗎 那麼下來 就是虎和蛇 虎和蛇 就是很可能會成為好朋友 老實說 因為雙方在性格方面 和情趣方面 和志向方面 和目標方面 都有很大的距離和差別 這件事你們自己要注意一下 那下來 虎和阿嬤 可以成為一對不錯的朋友 做夥伴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們之間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互相 整天都會爭拗 所以做生意不是不行 如果有爭拗 你們兩個人就不可以做生意 如果你們這樣再做生意 下去爭拗 你們現在就不會 得不到一個很好的結果 我跟你說 所以你們自己要注意一下 OK 好 好 那下來我就和大家說一說 和這個虎和馬 OK 虎和馬 會成為一對不錯的朋友 剛才我說了 對不對 你們經常為了爭拗 下來就是虎和羊 虎和羊 成為很幽默的朋友 你們有默契的 有計談的 是沒有問題的 通常羊都會出一些意見 主意 提出來的條件 都會和這個虎一起去商量 虎聽到之後 馬上去行動 非常快 所以如果說有什麼事 雙方面來說 取長無短 取短無長 你們兩個就是這樣 下來 苦同後 你們也不會成為朋友 又是被家人搞 因為雙方 現在坦白說 有很大的感情基礎 即是溝通的問題 為了感情的溝通 大家的目標 不是達到共識來講 就有很多問題 都會影響到 但是如果是反過來說 猴來說 他的魄力 和他的忍耐力 就會維持了雙方的感情 這件事是最好的 下來 虎同雞來說 做朋友就很艱難架 沒什麼可能 因為就算有都是少數的 為什麼呢 雙方都不可以互相欣賞 都不相配合的 就是你們的盲點和弱點 下來 虎同狗 是不是真正可以成為朋友 都是源於為雙方犧牲自己的利益 所以你們最好想清楚 和做熟狗的朋友 虎同豬來講 做生意可不可以呢 人際關係 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朋友 但是虎的攻擊心理 令到豬感到很不穩定 很不安心 很多事情都很擔心 很多事情 所以剛才我跟大家說了 人際關係的事情 還有做生意做伴侶的事情 這是最重要的 好了 我來講一下感情 和婚姻好不好 屬虎的感情比較敏感 怎麼說敏感 但是你們的敏感 很豐富 你明白嗎 你們很厲害 是談情說愛的 這件事就是你們的優點 屬虎是一個很好的情人 老實不怕說 雙方都是一樣的 但是呢 真的一樣 往往呢 你們就是太過熱情 太過熱戀對方 就是呢 有時呢 頂不順啊 你其他的生肖 你的另外一半頂不順你們 你知不知道 這件事就很搞笑 你們啦 對不對 你經常都很陶醉 你一陶醉 你自己本身 是快樂自重 這件事就是你們 最厲害的一件事 這樣呢 你們的雲體呢 一直來呢 說真一句 屬虎的人是很不錯的 不會差到在那裡的 就算你們 不積極去追求人家 你都會暗戀著人家 所以你們不是很近來去追求人家 尤其是拍拖的人來講 但是你自己的內心在那裡鬼鬼祟祟 暗戀別人 這些壞事不要做啦 大膽一點啦 奧賓啦 敢敢上 敢敢動去 敢敢拖去的手就行了 要不跟他們客氣 如果不是蘇州那後沒有聽答啊 我跟你說 頂點來 敢敢去 但是你們很喜歡在裡面暗戀別人 暗戀會傷的 但是表示還是一樣 對嗎 但是你們愛 恨 會分明 厲害 這件事 你們很厲害 但是你們憑感覺做事 哇 你們很高深 當我寫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心想到 如果我有個熟苦的女朋友很緊張 很刺激 不是說不好 是好事 OK 還有 你們經常都有一種 怎麼說呢 有黃者之鋒的性格 你們 對嗎 有型的嘛 所以說你們做戀愛的時候 你們一定會註定 令到對方很心動 這件事你很決定 你做事 很肯定 有什麼秘訣呢 教兩招你 虎男和婦女 教兩招你給我熟龍的 師父我熟龍的 教兩招你 好不好 好 OK 還有 你們還可以展開浪漫的戀情 哇 你們對愛情來講 真是一流 但是今年呢 你們的感情來講 熟苦的人在數年 有多少崎嶇一點 自己要注意一下 不是那麼順利 拍拖的朋友 我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好 所以說 記得要 你們一定要愛知事 第一次說 要看清楚 第二 記著婚的朋友 熟苦的朋友 今年會和你的沉邊的人 會同藏異夢 別搞這些事情 同藏異夢 想的事情不一樣 人在一起分 心不是在那裡 不是在隔離 喂 有多少 你注意 OK 但是呢 你們今年 說真的 夫妻的事情 或者拍拖的情侶 夫妻也好 我怎樣都好 今年艾薩 在數年比較多 所以你們要心平氣和 明白嗎 吵架打架都多了 自己收拾 要維持你的婚姻 就要互相關懷 互相尊重 這也是你們必然要的東西 這樣你體諒對方 很多事情都是OK的 沒有什麼問題的 好 但是虎妻出身的女性 很喜歡浪漫的 講戀愛的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那我不清楚了 要問你們自己 但是呢 很喜歡把自己的戀愛 全部留在心中 Open your heart You know 不可以收在心中 我們Open 那人們怎麼知道 對嗎 但是由於你們天生熱情 你們的佔欲 很強 給對方無重適應的感覺 真是 你們很霸道一下 你們都很勁抽 甚至引起對方的反感 不要這樣搞 自己撿起來 不要太緊要的頭 Love and love 不要過路的頭 嚇到對方 等一下走了 不行 OK 現在開始跟大家說回健康 好嗎 那屬府呢 今年的健康 不是多理想 不過呢 今年2019年 現在都年尾了 12月尾了 差不多了 現在都 但是呢 你們開始已經有不健康的狀態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 在明年裏面 你們的健康 都是有少少問題 你們要注意一下 如果真的有小病 或者有什麼問題 第一 如果小病 就馬上看醫生 如果是身體覺得不適 或者不適 有什麼不舒服 或者你們入院 踢一踢 照鏡 比較安全 照顧身體 因為我看到你們 周一時發生 一些不 一時又不舒服 一時又不舒服 這樣出現 你們要注意一下 狀態不是說多好 社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不要疏忽 千萬不要疏忽你的健康 不要遲了去看醫生 知不知道 要多些運動 今年你們 如果不是會有很多問題 尤其是喉嚨 會影響到邊桃線 牛都是這樣 你們都是這樣 所以你們自己要注意一下 會有影響到關節炎 療酸 頭暈伸氣那些東西 都會來搞你的 所以你注意健康 今年 你健康不是說多好 只不過是兩顆星的 不是說很高 這樣說回來 我們說回事業留年 新的 事業留年來講 你今年都是平平的 今天是普通普通的 今年的事情 平時在工作上 瑣碎的事情 就比較做多了 濕濕碎的事情做多了 但是你們就很容易出錯 就是這件事 你們要注意今年的事情 這就是你們的事業的問題 現在講的是事業 尤其是那些20歲的朋友 到45歲和50歲的朋友 你們要注意你們的事業 你們要及時要處理妥當 否則就會影響到你們的問題 明白嗎 屬府的人在工作上 都會遇到很多挫折 有很多問題出現 又有小癮 所以你們自己要執生 但是你們就是 屬府的人 你們通常的職位都是很高的 有些可以做領導 有些做將軍 有些做醫生 還有公司的主管 經理之類 你們都是做的 你們的職位都是很高的 非常高的 都是在家裡的 但是你們的心情 你的性格是很好的 不錯的 不過你們很喜歡病在家裡 你們就是 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 但是你們投資的事業來講 你們會躺在身上 在你們的事業那裡 你明白嗎 所以說你們這個就是 一定有成就 是不錯的 你們可以的 你們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們很喜歡 把心機放在我們的事業那裡 生意那裡 這就是你們的優點 是不錯的優點 是非常好的 這就是你們的好東西了 這樣屬府的女性 如果在做工來講 在家裡做設計 那些事業那裡 都是你們的 校長 廠長 之類的 還有你們的秘書 職位 都是你們喜歡做的事 這樣下來 記者 演員 都是你們做的事 你知不知道 屬府的人 是誰呢 明星有梁朝偉 有陳奕迅 他們兩個都是不錯的 都做到 牛那個是羅德華 我沒有講到羅德華 那天我沒有講到羅德華 那天是牛的 羅德華是屬牛的 就是你們屬府的人 一生一充滿了 很喜歡 在這拼命去拼命 和去冒險 這個是你們的經歷來的 有很多問題 需要你們自己去解決 你們不喜歡別人去幫你手 你們能夠自己去解決 你們自己去解決了 你也不需要別人去幫忙 這就是你們的性格 你們的地位和名義之外 除了你們都不會說強求 要我暴力 說我要賺多多錢 你們不會的 不過一部分的人 就會有這樣的事情 有些基本的利潤 自己知足長落就夠了 你們就是這樣的了 屬府這樣 缺少了展示你們新手的機會 你們經常有很多東西收拾 不是表現出來給別人看 這個就是你們的事業的性格 表現出來 那你就會升級加薪 對不對 如果不是這樣下去 也不是辦法 有能力就要表達出來 表現出來給上司 給上頭和老闆看 這樣對你們說的是好事 如果不是人家欣賞不到你的才華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明白嗎 這樣你們一般上 不會在經濟那裡 的來源 就是說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你們的經濟 全部都是在工作那裡來的 但是你們來到來說 左手來就右手去 這件事就是矛盾了你們 所以你們自己要注意一下 不過你們就非常 都是那句話 很執著 追求你的理想和目標 這個不是執著 這個是你的個性 坦白說 這個是好事 這個是OK的 因此你們的事業上 好運就會慢慢來的 那下來 關於財運 熟苦的財運的人 很多經濟的來源 往往決定你們的 追求的理想目標 就是你們在工作上 和投資生意那裡來的 所以說你們要把握你的時機 今年有很多熟苦的人 都在書店會賺到錢 也有很多人在書店 是賺不到錢的 這件事就是你們 最大的矛盾之一 所以你們自己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所以今年財運就一般了 你們的財星就比較暗 今年都是兩顆半星的 你們的財運 所以自己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們呢 很多東西是說 你們沒有什麼用路在商業上 有些熟苦的人 就很厲害在商業上 有一部分的人就不會 但是你們就是說 最重要是 有錢的時候 你會和朋友大洗大用 這件事你們要注意一下 你明白嗎 但是你們很想去旅行 這件事就是你們要的東西 還有吃的東西 如果沒有錢 就不在意的 這樣也可以的 你們 福利 這樣你們會鑑成 存錢的習慣 你們存錢的人 你們是很厲害的 所以賺到錢 你們會存起來 不會像別人亂來的 不過呢 如果有錢的時候 你不那麼花錢 很亂水的 所以說對你們來說 這些呢 存錢來說就是你們的性格 剛才我所說 但是你們要記住 你們的身邊 永遠你的朋友 都會有一個到兩個 是小人 陪你而行的 還有你的上司 還有你的下屬 都會一起做工 或者怎樣也好 或者你的資深的朋友也好 都有些是小人 在這裏 很多東西說的 所以你自己要注意一下 那麼說到求財做生意來說 你就有特別視义 你的小人的陷害 一時小人說的東西 未必是對 但是他未必說的是錯 都要看你自己 怎樣去看 要不然呢 你就會血本無貴 自己注意一下 好了 現在我們要和大家說一說 婚姻的對象 如果是虎男 草鼠女來說 好不好 婚姻都是一般一般 如果能夠寬容容易 男的 我說真的 這個虎男來說 偶然都會無險的 都會和你無下險 都會有好的婚姻 都不錯 那麼虎男 和牛女結婚會怎樣呢 比較艱難一點 很勉強 不是很理想 只是彼此會傷害對方 兩方面 你說我 我說你 你罵我 我疾你 你罵我 我也罵你 這是這個意思的 尤其是 虎男的傷害 真的會更大 所以自己拾生 那麼 這個虎男和這個婦女一起結婚 好不好呢 雙方就比較艱難一點 兩個老虎在一起 只害一隻而已 因為雙方都不理解 都不會組成一個家庭 但是很不穩定 這個就是你們的弱點 那麼虎男和套女 結婚起來會怎樣呢 兩個結婚會比較適合些 是OK 比較理想 雙方面都難免都會發生口角 只是吵架的 這樣東西都有的 但是很快大家互相了解 而且套女很喜歡 懂得怎樣去做嫌妻兩母 厲害 下來就是虎男和龍女 龍女來講 非常理想的 你們兩個結婚 是沒有問題的 雙方都有堅強的性格 相同的性格 都不錯 而且互相都可以配合到 而且特別是龍對虎的事業 有很大的幫助 非常不錯 那麼這個虎男和蛇女結婚好不好 最好就不好 兩個打到亂 好犯 因為雙方都不互相不了解 不了體諒 所以經常發生口角的吵架 家庭很難和諧 這件事我要讓大家知道 那麼虎男和馬女 結婚是好不好 非常幸福 因為虎男的 她的事業 她真的除了事業 她很喜歡照顧家庭 等於馬女來講的感情 得到極大的滿足感 下來就虎男和楊女結婚了 那和楊女結婚來說 沒有什麼結合的 雙方都是沒有什麼理解 而且經常都是吵架就是打架 愛情結婚的會憤怒的消失 很刺激 這樣到了虎男和侯女 說結婚會怎樣呢 你們兩個呢 會比較有趣一點 為什麼說有趣呢 因為你們雙方 坦白說 相似了會令到 這個侯女 一時會很煩惱 但是這個虎男 一下子離開家 去遠離做工來講 這個侯女 就經常牽掛掛 快點回來 快點回來 就是很有趣 就是這樣 快點叫她回來 很爽的 那麼虎男和雞女 可以在一起結婚 沒問題 對雞來說 不離 因為為什麼呢 雞女 她很厲害 她的光輝 經常被虎男 擒了 就是要厲害 她就感到 好像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麼好 這件事是很矛盾的 那麼虎男和狗女結婚會怎樣呢 婚姻狀態就比較好些 但是雙方能夠 一起湧合 即是說相處 共同的目標 互相信任 而且呢 必須一些人 堅固她們的愛情 那麼虎男呢 屬於一個豬女會怎樣呢 那她的幸福 起碼在一起 因為虎男呢 大肯大講 經常都阿姿阿多 嘰嘰嘰嘰嘰嘰嘰 她的性格 經常令到豬女很不爽 但是呢 豬對老虎來說 十分了解的 同理呢 很欣賞你的 但是呢 有足夠的能力 照顧到自己 很爽的 這樣下來呢 現在呢 就是 變成了這個婦女 嫁給這個鼠男會怎樣呢 這樣結合不會有好結果 說真的一句話 第二來說呢 那些婦呢 一味追求不現實的生活 即是沒有那樣東西 就堅持做那樣東西 都不知道你是 裸經是贈慶的 你想怎樣呢 現在 那樣搞法怎麼可以呢 我看來寫來 我都不爽 看到 搞到這個 是不是呢 婦女你經常搞到這個 書籃呢 很難滿足你要求的 那樣想去怎樣 很滿足你要求 婚姻呢 彼此呢 發生了 就分裂了 就不好了 那婦女呢 嫁給這個牛男會怎樣呢 兩人呢 都是不適宜結婚的 但一部分的人結婚又好啊 因為呢 婦呢 我跟你說 婦女呢 對牛呢 永遠呢 心呢 有懷疑她 昨天有的意 不相信她的 令到那個婦呢 沒有蠟燭之地 懷疑你很絕啊 那婦女呢 嫁給這個婦男會怎樣呢 生活在一切呢 是很不愉快的 是很不愉快的 是很不開心的 是很不爽的 是很不過癮的 是很不過癮的 是不過激的 怎麼說 怎麼搞 越好 越快分開越好的 喂 沒有玩了 婦女和這個 嫁給這個 這個套男呢 這樣呢 也一樣 不會有幸福的 生活 好難搞啊 大哥 這樣搞不好的 因為婦的性格 來說 太過強了 而且套會比較脆弱 所以搞到你們 不會幸福 下來來說 婦女呢 嫁給這個農男呢 婚姻比較理想 剛才說了 OK 或者有一些事 挫折來說 但是雙方會能夠 互相理解 有計談 無數講 可以 互相鼓勵的 雙方鼓勵的 OK You on I on OK 最終呢 都會克服到困難的 Yes OK 下來婦女呢 嫁給一個蛇男 嫁給一個蛇男 最好就不要結合 我跟你說 雙方的志向的情緒 都不一樣 都不一致的 難易溝通 所以自己執生了 下來就說 婦女呢 就嫁給一個馬男了 婚姻都非常和諧的 這樣呢 這個婦的人呢 來心呢 必須要找到一個寄託 馬呢 正會有平靜的生活 所以你們自己要看怎樣 那婦女嫁給楊男會怎樣呢 婚姻可能會搞成一個悲劇 為甚麼搞到這麼嚴重呢 因為通常呢 在你們的情況之下呢 婦呢 是非常對楊呢 是很不客氣的 也很不樂觀的 經常都要咬去那條味的 所以呢 甚至乎呢 一時都會想到 自己是否生命危險之憂 經常想到這樣 下來就是婦女嫁給後男了 婚姻不會有幸福 說真一句 都是普普通通 熟後的行為呢 整天等到婦來講 好感 婦呢可能呢 就向外發展感情 這件事你要注意一下 這樣呢 婦女嫁給這個 這個什麼呢 這個雞呢 雞呢 雞男呢 怎樣呢 就是結婚都不太適合 因為婦呢 不能容忍雞的誇張 要狂妄自大 而搞到呢 夫妻不公平 唐民不和合 下來就婦女嫁給這個狗男了 能夠在一起生活的 沒有問題 但是呢 彼此呢 又迷惘了 又懷疑質疑性了 所以搞到自己的雙方有問題了 所以愛情的幻想 都沒有現實的生活了 離開現在的生活就很遠了 這樣到最後來講呢 婦女嫁給這個豬男來講呢 可以幸福的生活 沒有問題 只要老虎呢 就是婦女來講呢 不要自覺自己傷害的豬來講呢 這樣的善良的性格 就可以改變很多了 好了 今天講了很多很多事情了 應該有很多人問我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談的 剛才我想說完的事情 我正在現在回答你們的問題 有什麼問我先 如果沒有什麼問我 我就收拾 我就收拾 因為我還沒吃飯 大佬 十二章 跟你說完 對就看 不對就算 我先跟你說了 大家 現在有什麼問我 現在是有掌問答 又是 Apple 1974年 屬虎的手臂 問了一個下山虎好不好 問了一個虎之後 那一開始到現在 做事 賺食很辛苦 很多事事非非 做事不順利 對不對 結婚了十六年 跟馬女兒會有小朋友的魂馬 雙方有壓力 小朋友的運氣 如果要得到來說 比較困難一些 但是人工仇運 機會都未必會成 但是可以上市 好 還有什麼問我 各位 如果沒有 我就要收拾 因為我要吃東西 我要吃麥當勞 現在 來中國吃麥當勞 試過沒有 你們 這個叫什麼名字 娘 Baby娘 1986年老虎 今年想有小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幫你計算一下 馬上計算一下 50-50 50% 到50% 一半一半 其實你自己的心想 你自己知道 沒有什麼信心 對自己 如果你對自己 沒有什麼信心 生小朋友的機會 就不多 你給自己信心 好了 今天不跟大家說這麼多 因為我要吃東西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